小朋友们在游乐园里玩得不亦乐乎 大人们也笑得开心 因为今年过年 中部两大乐园 12岁以下孩童通通免费 一个大人带一个三个免费 但是我带了三个 云林游乐园从1月19号开始 祭出12岁以下免费优惠 学生放寒假的第一个周末 现场还没开放 民众就排队等着入园 而台中的乐园 则是跟进新市长花博免费政策 从跨年廉价一路到1月20号 12岁以下孩童免门票 接着第二波 从2月2号开始 9天的廉价欢喜 请新年儿童一样免费入园 业者推出儿童门票优惠策略 过年长达9天的廉价 保守预估入园人数 恐怕会比往年多上两成 省了荷包相对的排队 可能排到天荒地老 民众得多点耐心 记得韩志祺 廖晚宾 女儿子人云林台中采访报导 导致上